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懂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有一个名叫安妮的小女孩 她以梦为马 在爱意与自由的包裹下 上演了一连串打动人心的故事 今天呢 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 我为大家挑选的 加拿大女作家路西莫德·蒙格玛丽 所写的小说 绿山墙的安妮 这本书呢 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了 可是呢 至今却依然被称为是 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成长故事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它到底有多甜蜜 书中 主人公安妮的故事 开始于一个阴差阳错的失误 生活在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的 马修和马丽拉兄妹俩 因为日渐老迈 所以就从孤儿院收养了一个男孩 来给自己帮忙 这一天呢 马修驾车去火车站 接那个男孩 当他到达火车站的时候 却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孩子 一个大约11岁的孩子 身上穿着一件非常短 非常紧 非常难看的绒布连衣裙 灰色的 已经泛了黄 他头上戴着一顶 褪了色的棕色水手帽 一头浓密的纯正红发 编成两条辫子 从帽子底下钻出来 脱到背后 女孩的脸苍白瘦小 还长着不少雀斑 嘴大 眼睛也大 眼睛的颜色 在某种光线和气氛下 看上去是绿的 在别的情形下 看上去是灰的 哎呀 糟糕 因为信息沟通有误 这孤儿院给送来了一个女孩 这让马修很为难 可是善良的他又不忍心 将一个孩子扔在火车站过夜 于是呢 他就将这个名叫安妮的小姑娘 带上了马车 准备让安妮呢 跟自己回家 明天再将她送回到孤儿院 于是从车站到马修家 他们走了八英里路 此时的马修绝对想不到 就是这八英里的路程 让他改变了想法 也进而改变了安妮的一生 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故事背景 故事发生地呢 是在加拿大的爱德华王子岛 那是十九世纪末 还处于加拿大经济发展较慢的时期 爱德华王子岛 又是加拿大面积最小 人口最少 而且人口密度最小的一个省 小说中所写的埃文利 是岛上的一个小镇 地处偏僻 交通极度不方便 这一方面保证了 当地居民的善良淳朴之风 另一方面呢 也强化了他们的那种 循规蹈矩 按部就班 马修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安妮坐上她的马车之前 她从来不曾留意过花朵的颜色 风吹树叶的声音 可是啊 这个满脸雀斑的小姑娘 却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她说 白色的花朵 是身穿白纱裙的新娘 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是大树在说美妙的梦话 她的脑海中充满了无穷的想象力 当她看见美景的时候 她是这样的 两只手紧握在胸前 如痴如醉地扬着小脸 一脸的迷醉 凝神遥望着西尘的夕阳 看见那一片灰映着红光的背景上 无数幻象 鱼灌而过 庄严壮丽 它让我感到痛 一种怪怪的痛 但是让人感到愉快 我有过好多回 每当我看到美丽庄严的东西时 就有这种感觉 马修不曾有过这种感觉 这个叫安妮的小姑娘 似乎有一种魔力 她的激情和天真 让身边的人感觉愉悦 当八英里的路程结束 他们到达马修的家 一栋名叫绿山墙的可爱房子前 马修已经决定 要留下安妮了 不是男孩又有什么关系呢 您看 在安妮的身上 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这种魔力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连线 儿童文学研究者陈湘 去听听她的说法 百年来 安妮这个文学形象 征服了无数的读者 浪漫 吃意的生活态度 活力 四舍的性格魅力 永远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作为一个孤儿 安妮曾保长生活的艰辛 磨难 然而 她的坦诚 热情 纯真和坚韧 从未消失 没有什么能将她拔倒 小姑娘安妮就是这样 用自己赋予热情的想象力 打动了马修和马丽拉 为自己找了一个家 在这座叫做绿山墙的新家里 安妮尽情释放自己强大的生命力 她就好像一粒种子回归了土地上 而善良的马修和马丽拉 则为她提供了养分的土壤 安妮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卧室 安妮第一次参加野餐会 安妮第一天去学校读书 这安妮的日子呀 就像彩虹一样 她自由地成长 一年四季 她欣赏每一次的日出日落 花谢花开 万事万物 在她眼中皆是奇妙的风景 她永远怀抱着梦想 永远感恩所得 敞开她的心扉 体会生活之美 这样的一个安妮 逐渐受到了 艾文利小镇所有人的喜爱 安妮呢 也把自己的爱 全然无私地给了他人 书中说 她把难得的巧克力 糖豆留了一份 分给心结识的朋友 戴安娜 她这样说 如果给她一半 另一半我吃起来 会双倍地甜 安妮还清醒地 守护着重病的幼儿 她好像一块 包裹着火焰的水晶 纯净剔透 又热情洋溢 她就像一颗乐观的 开朗的纯真的种子 种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著名的美国作家 马克吐温 曾经这样评价安妮 她说 安妮是继不朽的 爱丽丝之后 最令人感动 和喜爱的儿童形象 那我们再来听听 陈湘对安妮这个形象的评价 一百多年的作品了 当然是独立 是不服输 是大胆的爱与恨 是生机勃勃的生命活力 小说的最后 安妮已经从专科学校毕业 即将担任当地的小学老师 走出了一条独立的人格之路 而这部过品 还是百年前的作品 安妮这个形象的塑造 无疑是震动发聩的 是的 这个诞生于1908年的 小女孩安妮 即使已经过了一百多年 她依然鲜活如初 她不像传统故事中的那种公主 需要王子来拯救 相反 她的纯真善良热情执着 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她的美好 那些对生命的好奇 对生活诗一般的想象 不仅激发着孩子 也唤醒着我们成人 已经坚硬顿挚的内心 在这个风华烦扰的世界里 就让我们有那么一会儿 静下来 一起来阅读 绿山墙的安妮 一起打开赤子之心吧 好的 感谢您今天和我共读 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作品 绿山墙的安妮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